习近平总书记他在这篇文章里边 跟过去的胡锦涛总书记不一样的 胡锦涛总书记还在谈统一前 大家要协商 他没有啊 他就是协商统一后要怎么办啊 那个过程在他来讲 统一是必然的啦 前面是国家统一 祖国统一是必须的 也必然的 那个表示大陆的领导人的意志力 已经在前面最先两句话 表达很清楚 所以我现在跟你不谈 我们统一前要怎样 都不谈了 就直接谈到统一后啦 政治协商统一后 大家两岸是怎样 我尊重台湾的什么生活方式 制度跟生活方式 也不管哪个各政党各个界别 大家来谈 人家球抛出来吗 请问我们要怎么接 各政党都不接 没有回应的 新党回应的 那大家说了 你新党卖台 我请问啊 不回应的 还是回应的卖台 我们回应的说 很好 你既然有这样子 我们愿意 因为我们不是执政党 我们愿意代表民间 我们愿意跟你去协商 看看统一以后 你要有什么承诺 我们将来有一个方案 这个方案 能够让台湾的民众 清楚 统一后 有什么样的 结果 这个是至少在交流 在协商 大家还在台面上 讲说说 好了 讲了半天 大家都无所谓了 那请问 我们这里是2400万 就2300万 人家是14 你说我们的民意上 大家 台湾人民做决定 可以 台湾人民做决定 是2000多万 那大陆的领导人 他要不要做决定 他决定背后的压力 是多少 14亿人 今天讲说 我们哪一位 你是大陆的领导人 你要考虑的是 14亿人里边 有多少人给你压力 做台湾的领导人 你只考虑的是 2300多万人 有多少人给你压力 所以当我们谈政治的时候 我们不涉及 好像没看到 我们可以不去管他 可是假设我们设身处地 所以站在说 我是大陆的领导人 那我要考虑 14亿人口里边 10亿都不理你 有4亿说要统一 4亿里边有4000万 说要解放台湾 你要不要领导人 要不要在意 这4000万也超过 你2300万人 所以我们不能说 很多政治性的事情 绝对不能说 单单我一厢情愿的 我单面的 站在我自己的立场上 去考虑 而是我必须 重贯全局 衡量整个国际情势 两岸情势 国内的团结与否 我才能是一个领导人 去决定决策的依据 这是一个道理 这不是个意气用事 所以新党为什么说 好你其他政党都不表态 新党愿意 为什么 今天 假设中华民国 现在实力很强的话 那就平起平坐 平起平坐 今天人家14亿 你说大陆不一定来 还有里边大陆 也有对他政府不满的 不满的10亿可以吧 他还有10亿满的 事业超过你2300万了 就算台湾的2300万都一致满意 人家还是超过你 所以新党是希望什么 希望当人家抛出这个球 还有尊重 考虑 那我们去交流 去协商 我们还能够取得 面子上的尊严 我讲话很直接 还是面子上的尊严 为什么 人家把你当作中国人 不打中国人 所以给你面子 你等到说给面子 不要脸的时候 那这个十四亿人里边 有事一耐不住了 开始闹了 那请问 一定要冰龙相见吗 所以我们 我们做法是在 一大一小的环境下 做小的 我们该怎么样的出手去应应 我常常以前都举过例子 我说在台湾的政党里边 我感受了 国民党做执政党 民进党也做过执政党 新党没有 所以新党在两大党之间 常常被夹杀 他们没有这个 做小的经验 两大之间难为小的经验 可是台湾人 你不管是执政党 不管是民进党 国民党 你在美中之间 台湾的命运 就像国民两党中间的 新党的命运一样 我不知道我这样讲 听懂没有 我今天在国民党里边 在民进党 你们两个打我 我还不吭气呢 我也反正笑我了 哎呀你看你什么 一席立委都没有啊 等等啊这些 那我只有被你笑 当你笑我笑得那么热的 那么高兴的时候 请你想想 当你在美国跟中国大陆之间 你台湾就不是像我新党一样 被你笑 但台湾人不知道啊就觉得要坐井观天 以为自己了不起了 有什么了不起啊 你所有人都要去美国先去见一下 没有一个例外 最后还连韩国语也要去见一下 没有一个例外 你做小撮到这个样子 但是至少新党在国民两党之间啊 我还没有这么样的卑微 在国民两党之间我还能够有一席之地啊 那这个 我们用这种比喻啊 让大家了解 怎么会弄成今天这个样子 讲经国时代大家不是很骄傲吗 你等会上来以后 中华民国没有了 中华民国国民也没有了 现在说起来 大陆还把你当回事 那我们说 两大之间难为小 所以一小事大 那么习总书记的 告台湾同胞书 表态的是乙人 大事想是乙人 那我们说 人家是已经表态了 我们不用智慧 我们要比实力 告诉我 你拿什么比 我们今天去协商 我没有失掉我的分寸 因为就是你跟我之间 对等的协商 去了解 统一以后 两岸之间要走什么样的路 蔡伟讲得很漂亮 这个国家的方向就是自由民主 什么安全跟繁荣 这种口号谁不会喊啊 问题是 你今天要有自由民主方向 然后安全跟繁荣 那当我跟他政治协商 然后我们也可以去改变他 他也可以来改变我们 大家各自取其优点 去追求一个未来的一国一制 所以说不可以 他现在要求我们答应一国两制 一国两制不就现状吗 大家反对什么 每个国民党也反对 我就问国民党了 说你反对什么 我民进党反对 还有点理啊 因为他不认为是一国啊 那你国民党叫中国国民党 那不是一国吗 那两制不现的不是两制吗 你不要两制 你要一制啊 请问啊 今天不就是一国两制吗 有什么不对呢 名词解释问题 因为香港也是有同样的名词 他会马上别解释到香港 香港的根本是不对的 拿香港来做比喻 根本是不对的 因为香港没有真正自己的 有行政的架构 跟行政的实现 没有 这个很多人都知道 但是因为名词 用的是一模一样的名词 很多人就被洗过去了 对 这个是 但是两制上面不对的哦 他大陆的一国两制 是针对台湾的 但是香港是 他跟台湾的制度又不一样 所以要去真正的 去比的时候 我觉得 慢慢的说两制不要 对不对 那就大陆说 好那就一国一制了 你要不要 一国一制 现在基本就是两制 那两制你不要 那你要什么 三制还是一制 新党的主张 我在大陆演讲的时候 我明白讲的 一国两制 是统一过程中的 最后我们还是要追求的 仍然是一国一制 对 一定要一国一制 绝对不能是 可是我们现阶段 在国家统一之前 在过程当中 甚至于国家统一 一段时间 它还是一国两制 因为台湾 台湾的优点 大陆有大陆的优点 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 慢慢的 大家经过政治协商 决定的形成 所谓的协议 两岸的和平协议 定出来很多 去影响吧 影响到最后 是变成一制 这个 基本上从一国两制 到一国一制 这样的一个观念 表示 我们追求国家统一以后 最后 是这个国家 是走的自由民主 均富的路线 那这个是谁不用的 大家都要 但是你现在就要人家说 照你的自由 照你的民主定义 大陆说 你是民主吗 别吹油了 台湾现在能够好意思吹吗 说台湾的很民主啊 一点都不民主 一点都不民主 不民主 立法院的多数搞独裁 我的解释 比你们更清楚 我现在就下面就要解释 什么是民主自由 大陆的制度 跟台湾的制度比较 大陆是多党合作 台湾是多元竞争 两者不一样 大陆是政治协商 台湾是赢者全拿 对 所以你要告诉我说台湾的民主 跟大陆的民主来比比啊 我到现在我真的是在修正我自己的观念 台湾的民主是优点吗 我到中国大陆去 去了解 然后呢 二月 今年二月 现在二月 马上下个月三月 过完年 两会 听过没有 听过 两会 所以大陆呢 每五年 有一个重大的两会 两会什么意思 一个人大 一个政协 每五年要开一次 这个两会 因为两会要定出 未来五年的这个政策 人事跟政策 这是两会 那是五年 台湾是什么 选举 每四年 选一次 好了 这个中间差别在哪里 用我的体会来说 大陆的政治协商 是多党合作 多党合作 再说得清楚一点 共产党 是执政党 其他的八个民主政党 是参政党 好 我讲得很清楚 台湾 台湾 选赢的 选上的 是执政党 选输的 是在业党 人家的八大民主党派 是参政党 台湾的这个其他政党 是在野党 这中间差别就是 很清楚的说明什么呢 它是参政党 所以 每五年的两会里边 八大政党 通通参加的 民主党派 一起看政协会议 看人大会议 决定国家的政策跟人事 所以 中央到地方 副主席 或者是政协的副主席 人大的副 副委员长 不叫什么 这个 还有政府 副总理这些 包括政党 包括各省的 一样的道理 所以在大陆 主位 书记 是共产党 书记是共产党 但是 副书记 可能是 民主党派 省长 是共产党 副省长 常务副省长 可能是民主党派 那叫参政 所以 人大开会 政协开会 这八大民主党派 也全在里面开会 决定国家政策 你说他形势上 他还至少开了会 你说他形势上 他至少还分了官位给你 参政 大家一起参政 台湾呢 民进党选上 清算国民党 赢者全拿 他有分个官位给你吗 你说民主 我新党至少也有个五十一万人支持啊 拜托大家 下一次2020 也可以新党 政党票支持新党 新党你多点点啊 不要老实说 你连一席立委都没有啊 那我们过百分之五 那我们至少在立法院 可是 除了立法院 你还有其他有没有 你说 选上以后 有个副位置派派 没有了 民进党选上 清算国民党 财产都没收 什么都来了 那叫民主吗 所以用这样的一个 实际的政治运作 最实际的 我没有做任何一点 就证明出来 人家的政治体制 比我们还民主 对 所以我们去看了以后啊 说吹牛说台湾是民主 我根本觉得 国民党现在不灰头土脸吗 能了哈 2020我们想办法让国民党重新再执政 那我又担心了 国民党又不敢做了 我要是国民党的话 选上以后我把你搞 大家来 一报还一报 那就是马英九刚才讲了 马英九选上以后 八年没有好好运用啊 现在国民党也越来越弱了 我们今年啊 我们要主张 新党要主张 说大家把票投给国民党 但是国民党一定要承诺 选上以后 好好清算民进党 对不对 正确 清算的有道理啊 我不是跟你们议气啊 今天立法院一些 不是 一些总统府一些职务 一些什么党产 不党党产的一些 他是黑机关的 是 他哪有所立法的 过去我在国民党里边的 那个时候就说黑机关 哪个黑机关 哪个黑机关啊 现在有多少黑机关 有人讲吗 我们那时候在 我还在国民党 那个 那时候党外说黑机关 什么叫 那时候我记得 林郑姐还在党外的时候 党政军团盟 五个字 你们去翻 说党政军团盟 盟就是四盟啊 养盟啊 都要来 来检讨 有很多是黑机关 明镜呢 上台蔡英文上台 什么不当党产的委员会 那些都是黑机关 当然可以清算了 开玩笑 一上来以后还客气啊 所有派的官位那些 不法的全部拿回来 假设国民党候选人愿意 我们就把这个图给他 对 对 五成年不见了 对 对 对 人家要 对 对不对 所以 所以我们 我们假设 新党说 新党愿意呼吁大家 帮着国民党把职制权 都拿回来 但是国民党的候选人 一定要承诺 选上以后 要强势作为 正确 正确 都窝囊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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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打插一下 我还是有点意见 这个东西哦 他不会拿回来 国民党的这个德性 就是这个样子 拿不回来 党性 不会改变 党性 我认为就是要新党 新党要党 新党要党 如果我们新党 打出一个旗号 军公教 在立法院里面 我恢复军公教 我已经讲过了 很难就要 很难就要这么做 强调 在选举的时候 要强调 因为现在 军公教的影响力 是很大的 如果谁能打出这个旗号 谁能就是 登高一湖 就可以拿到这个选票 三个 没有问题 我看是三个事情 这样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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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的了解 三个 三个影响不了大局 这个我们不是泄气的 一定要拿大位的 拿大位 就是把总统位置拿掉 拿到 那就看我玩了 但是你说哪行 立法院有个党团 人家压你 还是要压得死死的 只是你可以抗争 所以可以抗争 现在假如 现在有立法院 立法委员有三个 我跟各位讲 一定爬上主席桌子 一定会爬上去 至少现在还没人爬 至少我们常常会爬 但是 你也只有三席 你只是表达意见而已 你能不能撼动这个 不容易 所以 我们 你刚才讲的说 要去选这些 很多事情 我们是讲真话的 不是新党不能选总统 是我们选上总统以后 怎么做 这才是关键 今天 假设我们说 好 我们去哪个很运气 要选上了 五元院长 你找都不好找 不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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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包阿狗都可以做了 现在阿包阿狗都做了 对 现在阿包阿狗是那种难党 那今天新党要负责任 不能阿包阿狗 这是 政治的现况 这是政治的现况 我 你刚才讲 韩国瑜有中国是不 那韩国瑜其他的电视他有吗 他一样跟我面临的 一样的 你今天就算你掌握住了一些媒体 你人不了解 常常网路上啊 我们网路 脸书 我们还有被小动作的 被小动作的 所以我们不必然的存疑的 就是唐凤为什么要去做那个位置 我知道 因为他有能力 在技术层面 可以限制某一些人 唐凤 讲得懂吧 懂 我们可以有这样的质疑的 你刚才讲的新党走不出去啊 被媒体这样的 哎 我心有栖栖焉 我们今天 说 跟媒体记者也很好 老朋友什么 但是媒体老板呢 他何必去 去得罪当道的 不需要 所以 我的心态跟你们刚才提的有些人意见啊 说新党怎么样呢 媒体报道很少啊 我的心态是 这是正常的 我必须要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面去奋斗 而不会很顺的 我也这个媒体各个报道 那个就不叫在野了 在野的是 就把你打掉 那大陆就比较公平啊 大陆 大陆你看 八大门派都有 那个常务 副省长啊 副书记啊 他们还是有机会 在媒体上亮相啊 也有报道啊 嗯 而且大陆的八大民主党派都有 他有的负责的领域 啊 八大民主党派有负责农业的 有负责企业的 他都分门别类的啊 说每一个 所谓志工党 或者说民革 负责什么 他都有 规范他 你这个政党在哪方面 像民革在水利工程方面 这些是民革的 那志工党在医疗的 他都有分的 那台湾呢 没有啊 分钱 所以 所以 所以我今天呢 花这个时间 差不多一个小时了 我没想到这么久 我本来讲完十分钟 就 就讲完了 这已经一个小时了 就是让大家了解